11月6号晚,北京首钢南篮迎来新赛季首个主场比赛 这也是北京首钢新元林书豪在CBA联赛中的主场首秀 当晚比赛中,北京首钢105比102立刻山东西亡 在加盟北京首钢后的主场首秀中 林书豪拿到24分8篮板6主攻的上加数据 第三节比赛中,林书豪胳膊受伤,血染球衣 在经场外短暂处理后,他又马上重新回到比赛中 赛后发布会上,主教练雅尼斯对林书豪的战斗精神表示赞赏 在上一轮对阵天津的比赛中 林书豪以25分6篮板9主攻的全面数据带领北京取胜 此一过后,北京首钢南篮也迎来了新赛季的开赛两连胜 2019年6月的NBA总决赛中 林书豪随猛龙队以总比分4比2横扫老冬家勇士队 夺得NBA总冠军 成为首位在NBA总决赛中出场并夺冠的华裔球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